電視台 你有最痛過的一筆嗎 我很多筆啦 都是因為說 那你結婚之後 結婚前的就算了嘛 結婚後 他還繼續借嗎 你還繼續借嗎 對 就是說 他真的有困難的時候 誰跟你借錢沒困難啊 我們總是看到一個朋友說 他已經面臨 可能要很大的危險 但金額也不是很多 比如說在百萬以內的 那我們 比如說五六十萬 我們能力許可 這個還不會傷筋動骨的情況 就一個朋友 我們人就是我們同朋友 曾經這個朋友 也許也幫過我的忙 我現在幫他一次 而且我借了這個錢 我又不指望要回來的 因為你救他這一次 他也就不會再接你開口了 因為一二十萬 這樣啦 你借出去的錢有還過嗎 應該沒有嘛 現在有一筆是 每個月一萬塊還給我的 那還不還過 就有三四十萬而已了 之前有五六十萬的七八十萬的 那根本就不還還了 三四筆都 人也不見了 還平常他有借了五千一萬的這樣子 常常 我覺得這種是最討厭的 熊佳姐有擔心這種嗎 借錢的 但是他都不讓你知道 從我結婚之後 大概第二年 就有一筆 大概也是七八百萬出去 以後他再也沒有碰到錢了 都在我跟我朋友那邊 他再沒有辦法碰到錢 對 所有的帳戶裡面的印章存責 他全部都用不到 所以李羅大哥 就是家傑不是只有靠他一個人力量 他有靠 靠媽媽 靠媽媽 看見力量大 對 我們哪有 我們哪有 而且他就是 我後來就是 要婆媳聯手對不對 對 有時候晚上啊 常常就會 大概一兩點了 就接到那種電話 小盧哥 就是誰誰誰 重要的人是載你來一下 結果他去了 一兩點去 三四點回來 他說他那個 帳單他買了 我說為什麼 你不是就是 有主人家請客 為什麼是你去買單 他就是出去 就是會買單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南部朋友上來 然後他覺得說 他去南部讓人家招待 南部朋友上來 他也要招待 重要的 可是我就幫他做紀錄 一個月上來八次 一個月上來八次 我就說 他說九九才上來一次 我說我幫你登記 幾月幾號 已經上來幾次了 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我真的是就是會 很大聲很火的跟他講 我說真的就是 如果說朋友有來有去的話 OK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 可能硬拖他去酒店的 他們已經要回飯店休息了 事實上就是已經不想去了 該談的事情也談完了 可是那個開包商 就硬要拖他去酒店 那是一個Program 就是中介 他也不得已的 然後你知道嗎 要付酒錢的時候 那個小弟進來拿著帳單 然後他那個 那個約他去酒店的那個人 硬拖他去的 他的那個手在這邊比 帳單都給他 我說實在 因為大陸也還好 說是我們不差那一團 可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 你我跟他不熟 而且我不去 硬拉我們去 然後說實在 如果是他想要賺到錢 還要我們點頭 所以照他會講 再怎麼樣也不會 對啊 怎麼會你付他 怎麼突然間就是 突然那個動作 然後在那邊這樣 那個少爺 那個買他進來 他還在那邊 咿咿咿咿咿 臉還沒表情 那剛好我就 看到 就變成被我瞄到 我就覺得太噁心了 我就真的不舒服了 我就擺明告訴你 我現金有 我不付 我站在那邊走 對啊 真的不舒服了 我覺得你連最基本的誠意 都沒有 那你以後我們這個生意怎麼做 別談 所以他也不是都付嗎 對啊 那都OK 他會拒絕 厲害吧 付了一輩子 就一拖沒附 他也可以說 坦白講 有被這樣控管之後 有沒有比較存到錢 存 就是我的開銷 就是變得也不多了 然後也漸漸發現說 其實錢是很好用 對的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 老公如果一直這樣子 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生活方式 剛剛姿佑講 不能改變的事情 我們就選擇加入 所以高太太 她如果這樣子喝酒 通常你就刷卡是不是 對 我生氣的時候 我一定做這件事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舒服一點 有 心情非常舒服 舒服一點 然後就請朋友吃飯這樣 因為我知道 我花錢 我一雙鞋子兩千塊 人家兩萬塊就沒在講 我兩千塊 他會會洗洗淋 他會這樣子 所以我生氣 我一定刷 我鞋子 我跟你講 不要說一千雙 我鞋子真的很多 因為我生氣我就買 我就這樣子 你鞋子已經一千雙了 不只啦 只是說 不只 但是 我會陸續他不在的時候 我會一直把他用 很大的那個 垃圾袋 把他包一包 是不是有的都沒有穿的 對 我會拿給人家 買回來也沒有穿 對 我會這樣子 禮民服務 是不是他還有一個結帝 我那個全世界只有台語 那個七百塊公司 買回來那個高跟鎖 踩到狗鼠丟掉 還沒有進入門口 這樣子 我會一千雙月 你倒來 沒有 但是我會淘汰 我真的會淘汰 陸陸續續 我生氣的時候 我出去 我鞋子 有時候看了 就五六雙也買 七八雙我也買 我就這樣子 他最喜歡買鞋子 我就會這樣一直刷 反正我生氣 我覺得那個 可以撫蘋果的傷口 那種感覺 對 但我覺得我花得 比我女兒少 因為我女兒 開口就是好幾萬塊 你看 他之前騙我說 就 我那大女兒買一支 那iPhone 他騙我說一萬多塊 他也是蘋果咬一口的那個 我想那應該一萬多塊 我就心已經在第一寫了 你知道 我女兒他自己存一萬 然後他爸爸貼幾百塊 這樣一萬多 我以為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 他爸爸才跟我坦誠說 那一支要兩萬七 我當場真的嚇死我 怎麼那麼貴 我一支手機用兩千塊 你用那麼貴 他對小孩子就這樣子 沒有啦 小朋友他那個成績進步啊 有 有在我的那個 預算裡面 沒有啊 他跟你要求就有 我跟他私底下的默契 最近還買了一台 平常養的這也是不一樣的 前幾年我就給你買那個iPhone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 他就是在不便宜 就是他那個手機才兩千塊 要他那個兩萬多塊 但你鞋子買那麼多 就補回來了啊 他不一樣的立場 我不要讓小朋友 覺得說我今天要什麼 我就可以買到什麼 但他爸爸就是有求必應 所以爸爸對小孩很海派 媽媽也是會不舒服是不是 究竟當老公們對兒女大方 做太太的心理 真的會不是思慧嗎 下段回來 讓太太們告訴你喔